欢迎收看股市A指标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 彦荣老师照惯例 要跟各位好朋友们结个缘 如何结缘 这个地方欢迎大家 除了参与我们368专案 这个活动已经最后一天的 除了参与368专案会员的行列 之外也欢迎大家 可以来加入我的粉丝团 粉丝团的加入方式 怎么加入呢 第一个大家可以透过 LINE ID搜寻的方式 小老鼠JUK2515J的方式 或者是拿起手机来扫描 打开LINE当中的行动条码 来扫描 这是LINE的 这是Telegram的QR Code 扫描之后 请记得给彦荣老师 一个贴图互动 或者是LINE ID搜寻完加入之后呢 请记得跟我们做互动 因为当你如果有互动的时候 那么系统才会让你看到 我们的标股 以及操作上大盘的关键转折 在什么地方 彦荣老师所发的这个粉丝团的这个发文 你才看得到哦 如果没有互动 就会看不到这样的讯息 那另外呢 更欢迎大家来订阅我的影片 那么在影片上 不吝啬帮我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我想在今天 节目一开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 有一个节目的异动通知 那么我们运通财经台的节目呢 只有到这个4月30号 5月1号以后呢 如果您是习惯看电视的投资朋友们 那么跟你抱歉一下 欢迎大家哦 那么到我们这个 网路上来收看 搜寻这个YouTube的关键字 那么股市A指标 陈彦荣分析师 那这个网路上的节目是每天 晚上月末7点钟左右 YouTube影片就开始首播 那么24小时不收播哦 那如果您不习惯 或者不常常来看节目的 也欢迎大家今天来加入我的LINE好友 那么透过LINEID搜寻的方式 那么我的发文 我的标果您都看得到哦 好我想在今天大盘的部分 今天是出现了什么现象呢 昨天的这个中长黑K线 跳空之后的一个中长黑K线 今天红K棒 慢慢的也把它吃掉了哦 那在今天从这个格局当中 当然我们要去做一些假设 那这个假设因为你在做研究的人 或者说你在操盘的人 你必须先把大盘的方向 去把它理清楚 理清楚之后呢 那么策略上就好就好拟定了 那策略上的一个拟定 你要看这个盘会不会做一个破底翻 会不会做V型反转 那么有这个条件吗 好过去3月10号我的一个提醒 3月10号提醒有涨千点的这个实力 结果涨了900点 为什么做这样的假设呢 因为当时的A指标数据啊 杀到前面的低点区附近的 所以显然他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这样一个机会 他所营造的一个短线上的一个 引爆点在哪里 就是在K线上的一个跳空 所以呢 A指标数据同样的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的 这个现象一出现之后呢 大盘经常有千点的实力 个股少则三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那大盘这个形态 已经有慢慢的把它画出来的 它的引爆点在哪里 也就在明天哦 明天如果出现跳空缺口上涨 或者说它出现了一个开盘实现 长红K线把这个缺口封住了 它就有进行所谓的V型反转 甚至这是一个破底翻的这个现象哦 所以请大家明天啊 一定要特别注意 好是跌的名字 这样知道意思吗 那另外你再从这个RSI的部分来看 那么它刷到这个密集的支撑区 那同时跌破这个密集支撑区啊 所以我才说啊 它是不是破这个底之后 有一个破底翻的现象 那甚至我们看到KD值上一次涨 900点的现象是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那现在一个底 两个底 如果明天或者是短期内 出现一个中长红K线 那这个现象啊 有即将形成第三个底的这个机会哦 所以呢这个盘啊 不是看空的时刻 这个盘如果是一个破底翻V型反转 这是一千点以上哦 代表什么 这是大行情 大行情你要赚的是三成五成一倍以上 所以燕隆说过了 我的操作怎么操作 我的操作就是有大行情 我就给你大行情 那么如果没有大行情 我们就用当冲隔日冲来做 这个好比我在最近的一个操作 我来跟大家 大家等一下做一个分享 所以今天呢 燕隆老师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 产业龙头的小天王标股 产业龙头小天王标股 去年啊 第四季的美股盈余呢 年正率有三成哦 那么整个产业展望非常的棒 它是一个产业的龙头 那么在技术现行上呢 也出现了一个所谓的对称支撑 这是一个便宜货的概念 所以呢请大家啊 今天啊务必呢 如果你要跟我同步操作的 这个368专案已经最后一天了 请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哦 好那当然千点行情啊 这个倍数翻身 股票怎么选 那这个涨项又是什么 好包括您所看到的这个 大略4804的大略 大略是这个一战式的婚姻会馆 这是KY的股票 它是设在这个境外 是这一个中国大陆 那为什么它会有两个月的时间 100万变成230万的机会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便宜货的概念 就是一个价值低估的概念 那这如何辨识呢 好当股价创低点的时候 数据并没有创低点 这个就是类似这个概念 等同是这个位阶 当股价杀到一个相对低点去附近的时候呢 股价创低数据没有创低点 这是一个出身段的一个起点 后面还有主身段还有末身段 那一波过后少则三五成 多则一倍到两倍以上 这个位阶就是一个价值低估 便宜的这个概念 所以呢当时的大略 为什么我当时在三月份 我提出来参加工商时报的投资竞赛 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观念 就是这样逻辑观念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如果你能够学习一个成功的方法 或者是你能够拿到 这样子的一个抠讯 那你就有一个倍数翻身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今天368状案 已经是最后一天了 那你也许会问368 我们的质感在哪里 第一个我们有波段大利润的股票 这样子我们可以选得出来 所以今天我们在第二个单元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是类似这个位阶的股票 好所以当然包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4月19号 曾经跟大家分享一档股票 它叫做联勇 联勇 联勇它是今天是驱动IC最强的股票 当然我们会跟你谈的股票 当然它的基板面都非常的棒 非常的棒 那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强势 这么凶悍呢 因为A指标数据 也杀到前面地点区附近的 就是相同逻辑观念 好所以当然包括在这个地方 艳朗老师的操作 包括在三月份的代表作 为什么能够低买 为什么能够高卖 那么主要是走到什么 一个所谓主身段的股票 它叫做所罗门 什么是主身段呢 主身段就是这个位阶 当A指标数据创高点之后呢 打下来之后呢 次低点你去做买进 这是一个便宜货 这是一个次低点的便宜货 这是一个价值低估的便宜货 次低点的一个便宜货的概念 那后面有所谓的主身段 或者是末身段哦 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地方啊 为什么我带会员朋友 去买这个索罗门 因为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之后呢 转折出现 转折出现 那么什么叫转折出现 就是主力成本线 由负的翻证之后 那这个时候呢你不用等 买进去之后 它会马上急拉 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学技术 我们在跟投顾老师 我们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点位 是这个点位 买进去之后马上涨了点位 那彦龙如何判断 就是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 代表什么接近上涨 什么时候发动 就是主力成本线 由负的翻证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就会发动 果然就这样拉上来 7天的时间拉了22%上来 那为什么在最高价附近 也去做了一个出场 因为当整个最高价出现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会带你去追高 可能很多人会告诉你 这个地方是要攻击的 但是经常会被骗现 那但是彦龙老师 为什么反而出在最高点附近 因为数据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这个时候呢 经常就是一个所谓最高点的现象出现 所以为什么知道低买 为什么知道高卖 就是因为我懂这个逻辑观念 甚至我在三月份的投资竞赛当中 我也提出来索罗门去做参赛 原因逻辑就在这里 所以你要学习正确的一个方法 包括如果你找不到的 我有一个技术线上课程 你可以来做一个预约 那甚至很多人在买软体 软体就是最为人所诟病的 就是一直在买进卖出 你不知道真正哪一个是一个强势的攻击的点位 但是A指标会知道 就是这个现象出现之后的转折 就是真正最强势的一个买点 这就是我的操作逻辑观念 好所以你会看到 包括我在四月份的代表做细微也是一样 A指标数据创高点 次高点洗盘 同时呢打下来之后 在这个法人散物成本线附近就是低点 所以晏隆在这个四月六号 四月初第一周只有三个营业日 那我只买两档股票 一档是细微 一档是齐布兰特原有正二 那么都是在那个礼拜买 只买这两档 那买了之后呢 四天的时间拉17% 那高点做了一个获利 因为现象出现了 做了一个获利之后呢 那在这个地方包括这个 布兰特原有正二 也在高点去做一个出厂的动作 所以股票就是这样做 就是这样做低买高卖 所以呢最具体的 最完整的一个做法就是 您去年啊 如果在这个地方有看我的节目的 我在去年的九月底十月初 那么股票怎么做怎么低买 就是A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563买了台积电 涨了120几块之后 在1月17号 YouTube影片为证 我说这个现象啊 叫做股价高估的现象出现了 股价高估的现象出现了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就是等同这个位阶 股价创高数据没有创高 就在这个位阶 所以呢低档的现象就是这一个 所以台积电买563高点的现象就是这一个 所以台积电卖多少 卖683 然后呢一路避开这个下跌 一路避开这个下跌 那这个过程当中一张都没有 直到什么时候 直到在最近 最近杀到低点区附近才开始 来关注它的一个走势 这个是我最近的一个操作 那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所以股价的一个操作方式 那么如何低买 就是A指标数据杀到前面低点区附近 所以我在第二个单元当中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种位阶的股票 那么拉高之后呢 股价如何卖到高点 就是数据啊 数据啊 拉到前面高点区附近 去做一个出场的动作 这就是昂贵价位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在 我的这个有另外一支影片 在A指标教室当中 我有谈到四档股票 看看你有没有兴趣 包括在这个联电啊 包括这个世界先进 包括友达 包括群创 那这四档股票里面呢 有谁是在这里呢 有谁是在这里 或者是在这里 如果是在这里的 哇那不得了 你要赔掉五成哦 那如果是在这里的 你可能还要赔掉三成 或者赔掉两成哦 谁是在这里的 那甚至呢 有谁是在这个地方的 刚才要去榜而已 所以这四档股票 连电 世界先进 友达以及群创这四档 那么到底这个位阶怎么判断 有哪两档是在这个位阶的 有哪两档还没有叠完的 如果你对我的这个影片 有兴趣的 也不妨搜寻A指标教室 那么来做一个这个收看的 这个影片的动作哦 好那当然这个是 艳朗老师做节目都是一个 有凭据的 有买有卖的 那包括这个是 去年的11月5号 买进的台积电 这个是今年的1月17号 卖出去的台积电 你都可以把它做一个截图 虚位造假 全额退费 真的是买在波段低点附近 卖在波段高点附近 将来你来找我 我还是用这个逻辑观念 来跟大家一起拼哦 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当然有行情的时候 我们就赚波段大利润 没有行情的时候要怎么做 没有行情的时候 就是要赚什么 赚当冲隔日冲 我在4月22号的时候呢 带领会员朋友 也就是上礼拜五 那么这个是买进去的 那么当冲我通常会 买价跟卖价 我都同时挂好 那么当时是买在这个 263附近的这个永日 4102的永日 结果一下子的时间啊 就拉上来来到27.7 这个我先定好了 买的时候呢 同时把卖的价位也定好了 所以你大概都会卖得到 那么是5.3% 就放到隔天是9.5% 那我们来谈当冲就好 4月22号当冲5.3% 永日 那到了礼拜一 礼拜一是冲谁呢 冲这个永日 同样的也是 把这个讯息都先挂好了 那买价卖价先挂好 6分钟之后呢 价差4.8% 4.8% 这个是礼拜一 那今天是礼拜四哦 那礼拜三做什么 礼拜三做的是新兴 9.09分所发的一个讯息 结果呢买在哪里 买在这个地方 买在这个地方 结果哇不得了 昨天黑板最强了 相共是谁 就是我们的新兴啊 结果一拉 起停板10% 所以这就是我的操作 有行情让你赚大利润 没有行情的时候 我们还是想办法来拼 那么拼当冲 拼隔日冲都可以 这就是我的操作 好所以呢你会看到呢 那么当然当冲 是更需要专业的 你自己不要乱做 那我去当冲的话呢 我通常会选A指标数据 有创高点的 有创高点的 那你会发现啊 你当冲没有冲到 你隔日冲赚更多 有没有 是这样一个逻辑观念 所以呢这就是我的操作凭据 当然我声明啊 当冲没有百分之百 但是目前为止 从上礼拜五到现在 我冲了三笔都赚 而且我当冲的利润 可能跟你当冲的利润不一样 我当冲的利润都蛮高的 你看都是四五% 那甚至在昨天是十%哦 是十%哦 有这个机会哦 所以呢如果你认同我的操作 有大行情带你来操作 三月份哦 第一周景硕东哥 这是平均哦 有买有卖 那么资金只有一套 那第二周的话呢 是辣椒Oh my God 这是平均哦 那第三周是索罗门 三浮化工 这是平均 第四周只有一档叫建顺店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三月份的价差76% 76% 有买有卖的 那四月份的话呢 第一周呢 这两档股票呢 也是有买有卖 有买有卖 所以有行情的时候 给你大利润 没有行情的时候呢 我就带大家来做当冲 四月二十二号的当冲5% 那么隔天礼拜一 四月二十五的当冲4.8% 那另外呢 在这个昨天礼拜三 四月二十七号当冲 有机会价差10% 这就是我的操作 如果大家认同 燕隆老师的操作 那么我们也可以利用大盘 在这一次哦 有破底翻 V型反转机会的同时呢 来把握这个机会 请大家呢 现在呢 拨打0800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LINE进来 那么LINE进来 或者是Telegram进来 留下联络方式 那么将会有专人 来跟您联络 也欢迎大家来跟上 我们368专案 最后一天 我们的行列哦 那么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摩尔坚持用心选股 全球经济脉动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选股策略 摩尔坚持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作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儿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来电 0223946168 23946168 欢迎再度回到现场 我是彦荣老师 那么大盘大好机会又来了 那在这个大好机会的同时呢 我们要赚的是什么 我们要赚的是倍数 那倍数的股票 它的涨像是什么 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个复习 那么倍数股票 它通常的涨像 其实都是一样的 好 看到这张字卡 那么4804的大略 那大略呢 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彦荣老师其实在 三月份的时候呢 参加工商时报的投资竞赛 那我当时呢 就提出这样的股票来参赛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是整个股价创低的时候 它的数据 它并没有跌破前面低点 所以这个现象是什么 这个现象就是一个 所谓出身段的起点 所以如果你的问题很严重的 你应该要找的是这种股票 因为太弱换抢之后呢 一档股票就够 一档股票就够 100万有机会让你在 一两个月的时间 变成230万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主轴啊 台股有破底翻 V型反转的机会 我们现在选股方向 就是要找这种股票 就是要找这种股票 那这种股票有吗 这种股票现在看起来 是相当的多 当然有一些股票呢 还有反弹之后呢 会有最后破底的 最后主底 再杀一次主底的机会 但是呢 只要是A指标数据 没有创低点的 它会直接领先的一马当先 来完成波段的倍数获利 好 比如谁呢 比如驱动IC 驱动IC 在这个地方叫做 3545的敦泰 那敦泰的话呢 去年它的每股盈余啊 高达30块 高达30块 但是你会发现啊 不得了 明明去年赚这么多 但是从去年股价一路跌到今年啊 跌了多久 跌了差不多五六个月的时间啊 跌掉多少 跌掉四成哦 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买个十张啊 可能在这个地方啊 就要赔掉68万 为什么 因为当时啊 整个股价呢 在这个区域啊 178块附近啊 A指标的数据啊 其实已经拉到0.06 0.07 已经靠近前面的0.08 这就是我跟大家谈到的一个股价高估 昂贵价位的概念 所以这个区域的时候呢 很多人啊 会告诉你说 诶 足底哦 可以买哦 但是当A指标数据没有过高点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了往下看 它其实是断崖 而不是平地耶 这样知道意思吗 主要是A指标数据 拉到前面高点 所以呢 如果你跟着我 我不会让你买这个未接的股票 你就可以避开像这样的下跌 那现在呢 现在我认为敦泰啊 这个地方啊 只要关键价位站稳 它其实是属于一个便宜的这个区域 为什么 因为A指标数据现在在-0.11 那么已经接近前面的-0.12了 而且股价创低 数据并没有创低 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我认为敦泰啊 它其实是有机会的哦 是有机会营造一个波段低点的 那这个关键价位 晏蓉也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好那另外呢 2481的强茂 那么强茂这个地方便宜价道了吗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过去会下跌这一段呢 好过去呢 在这个地方是去年的12月6号附近 股价为什么从113.5一路的往下杀 以沙拉将近四成下来 你有100万可能要赔掉多少 赔掉38万 为什么 因为当时啊 这个二极体的2481的强茂 它去年这每股盈于5.6元 那么其实基本面也很棒 但是为什么一路跌 因为当时在这个去年的12月6号的时候呢 股价113.5附近 它的A指标数据啊 那么在这个地方啊 是差不多0.06附近 那经过在这个两天的一个拉抬之后呢 它的数据已经接近0.09了 代表什么 代表股价背离 这是一个昂贵价位的概念 所以呢为什么一路下跌 原来这个现象叫昂贵啊 可惜你跟到了一些讯息啊 可能告诉你开线突破咯 这个地方是主身段咯 结果你就这样子一路报下来 所以呢 晏隆老师为什么不会被骗线 因为我有 我在证券业超过16年的A指标 帮我把关 因为数据没有过 这就是骗线 所以当然就可以一路的避开 那现在在这个地方啊 那么整个 它的一个位阶上来看哦 目前我们看小字的部分哦 这个地方是负0.13 这个地方是负0.14 代表什么 负0.13 杀下来并没有破 前面的负0.14 股价创低 数据并没有创低点 所以这个地方啊 代表什么 它有一个背离的买点的这个机会 所以呢 如果关键价位能够站稳 我认为248亿的强貌 它同样啊 其实是接近便宜区哦 这个价位 晏隆老师可以跟大家分享 好 5351的预创 它是传输IC 那么传输IC晶片 那么去年的 全年的美股盈余是3.9元左右 那为什么赚这么多 结果一路一路往下刹呢 因为当股价来到99.9附近 它的数据也产生了一个背离的概念 这就是一个昂贵的价位 所以像这样的位阶我都不会买 因为我在去年啊 我买的是多少 我买的是在差不多40块左右 结果拉了1.5倍上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预创 我一张都没有 果然一路避开之后呢 来到这个区域 在这个区间 那这个区间啊 目前在预创的部分呢 我们看到它的一个线形来看哦 这个地方它的数据 这里是-0.13 这里是-0.14 那这个预创看起来的话呢 其实跟强茂刚刚的位阶看起来 是蛮像的 有没有 是-0.13 -0.14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你看到的是-0.13 这里是-0.14 同样的概念 逻辑观念是 股价创低 数据没有创低 就这么简单 所以如果关键价位站稳 我认为它会有机会 好那这个星星 我昨天跟大家分享过了 为什么会叠这一段 为什么我高档区避开呢 因为同样的数据-0.08 股价创高 数据没有过啊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观念 这是昂贵的区域 那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在前两天 我就盖牌跟你分享 也寄给你 因为数据没有创低嘛 所以难怪昨天 可以带会员朋友 赚到这扎实的10% 就是这个逻辑观念 是不是 那当然如果它的关键价位 能够站稳 它持续有攻击的机会 所以现在呢 跟大家所分享的 包括新星啦 包括预创啦 包括强帽啦 包括敦泰啦 这个不是明牌 这不是明牌 但是关键价位站稳 它就有往上攻击的机会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 可以拨打0800的电话 进来询问关键价位 或是加我的line 加我的telegram进来留言 来询问这个关键价位 晏龙老师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好那当然台股即将展开 千点的行情 有一个V型反转的机会 也欢迎大家来参与大行情 我给你这个大利润 那甚至呢 小行情的时候呢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的当冲 永日一天就5% 那么礼拜一的当冲 9月一天就4.8% 那么在这个礼拜 礼拜三 那么可以说是135 隔一天我就有一个当冲 相当不错的一个价差出来 新星一天就10% 所以呢 大行情大利润 小行情小利润 有兴趣的 也欢迎除了参与368 专案最后一天来参与 会员的行列之外呢 也可以来嫁我的粉丝团 那么加粉丝团 加赖加车都一样 记得给我互动 一个贴图 或者是777 加1才看得到标股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影片 按赞 分享 打开小铃铛哦 好 就是这档产业龙头的小天王标股 请大家呢 现在呢 就拨打0800的电话进来 或者是加赖进来 或者是加车车进来 那么留下联络方式 那么来跟上这个标股 为什么 因为当你跟进这个标股之后 它真的有机会怎么走呢 它真的有机会涨停 涨停 再涨停 拨电话 明年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